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经理 请坐 谢谢 那经理来找我肯定是有什么事啊 杨德仁 我到县城来办事 看看你要不要给你哥哥带点什么东西 奇怪 那经理怎么突然关心起我来了 大家都是相亲 我顺道做点好事 好长时间没见你了 那经理这个谎编得有点太棒了 不过我还是很高兴 虽然你的话不是真的 但是我可是日日夜夜都在想着你 这是什么 风筝 那经理真会装糊涂 你不就是为他来的吗 这个也太简单了 就靠他参加比赛 我不仅知道你是为这风筝来的 而且还是为杨德仁来探底的 事又怎么样 要知道你们做这种风筝 我都不来 有没有东西要我捎回去 我要走了 等等等等 baj Jeg力 go 那柜子里有什么 没什么 不对好像是风筝 风筝没有风筝 杨德仁 你给我看一下 不可以 你不是说你爱我吗 是啊 我一直都是 那你整名 给我看看 那经理 别太为难我了嘛 对不起 那我走了 马大厨 我是真喜欢你 行了 这就是我们要参加比赛的风味 怎么样 这是用什么材料做的 就是用这个做的 你别看这风筝现在这么小 这个是磨熊 真要做起来比这大多了 大好几倍 一飞下来 你一看 那气势 我还告诉你 这是一对 一对 很有意思 你要烧的东西呢 哦 我 我 我跟你去 把这个带给我哥 这是什么 烟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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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不能就这样拿出去 你 拿下来 拿下来 那大莎 今天我可是冒着巨大的风险 把这风筝的秘密告诉你了 你可是欠我一人情 我记得 你不用担心 那我走了 你送我下去 那些人很讨厌 杨仁俊 布条她拿走了 拿走了 这个女人傻得可爱啊 这女人啊都这样 总以为啊被他们迷住的男人都是用屁股在想事 杨 杨 杨德仁想骗我 她告诉我说风筝有这么大 你看这布条 这弧线显然就是翅膀 这风筝至少月底有这么大 你上当了 什么 日本人 日本人肯定做的不是这种风筝 他没有这么少 否则的话 他就不会让你看 这是在柱子底下发现的 他们没收干净 不可能 杨德仁是日本特工 他会有这种漏洞吗 我不知道 不过他们还是叫我发现了秘密 这是涓啊 不好 咱们要输 怎么了 思雨你看看 咱们的风筝是用纸糊的 小日本的风筝是用铸做的 如果两个人在天上搅起来 咱们不如他们的结实 这是日本铸 不光薄汉密室 咱可没这种东西 土不行吗 当然不行 土不太重了 能和铸比的只能是丝终 你们龙身是九十九个风筝 尚哪找那么多丝绸啊 我从日本货站出来 到县里的两个布店都问了 丝绸不好卖 进得少 他们都卖光了 这可怎么办呢 去别的地方哪也来不及吧 小地方不能有 大地方又太远了 咱还得染呢 对了 杨家布就有 杨 你去了就能取来 沈家 你们前段不是要办喜事吗 仙里两个布店的丝绸 都叫他们买去了 沈家肯定有不少存货 你也该去沈家看看了 这回来都半个多月了 总躲着不见哪行啊 沈家 我沈叔 来了 沈叔快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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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叔 这是我让人熬的姜汤 小姐能喝吧 能喝 来 给我吧 来 师叔 怎么样了 希望今晚能退烧吧 心里有火呀 这个养长们太可气了 一会儿我去给孙长哥还养 告了小姐病 不许去 行了 丁香 你们俩先下去吧 是 神叔 给 给您了 你喝点吧 神叔 你坐 你这一天不吃不喝的 也不行啊 神叔 外边有消息了吗 有 小丁刚回来 买的是昨天报纸 你看吧 日本人一边谈判一边紧闭 九号和十一号 这两天达成协议了 可炮火始终没有停啊 日本的大批军队正往平津一带集结 有童叔叔的消息了吗 没有 神叔 我现在真的想上前线去投奔童叔叔 我知道 那你有啥办法呀 只能耐心等待 你说 除了童将军 咱们同门谁啊 咱们现在也看不清 谁在抗日啊 要不 咱们自己拉队伍 这好 其实小姐不说我都不敢说 你说你把姑娘们 真领错了地方 不但抱不了国 还把大家害了 你说这个日本人 什么时候能打过山东呢 那就要看平津这一战吧 平津作伴 门户打开 何况山东还有海港 能水路并静 多则一年 少则数月吧 好啊 如果能有一年的时间 那就更好了 小姐就能为沈家 留一线血脉 老爷在天 也就可以明目了 怎么了小姐 小姐 出血了 我我我找小叔 闪叔 闪叔你回来 没事 不是没事你 我就是一时心火上钩 这杨德龙真是气死我了 我在他日等夜等 他却全无踪影 可是国难当头 你说他要跟日本人 散什么风筝 小姐我现在就安排 把杨德龙给你绑来 沈叔 我我沈风还没惨到这种地步 可时间不容忍呢小姐 往来的夫妻 也生不出什么好后代 若上天真的要沈家绝后 那我沈风就劫来劫去 战死十二场 这也是一大快事 我想爹爹会原料 这个杨德龙不管怎么说 我得找他好好谈谈 不谈 他这个人我了解 他没来找我 是他没想好 他想好一定回来 他不会这么不了了之 小姐 小姐 杨掌门求见 他终于还是来了 不见 同来的还有孙掌柜和那个那掌柜 什么 这杨德龙欺人太深 拿我们沈家当什么地方了 我去 等等 小姐 今天晚上我就好好治治他 沈叔 再怎么说 他也是沈家的姑爷 对不起 小姐 我 好了 沈叔 你先帮我过去招呼他 我换件衣服就过去 好 小姐 请你过去 好 姑爷 姑爷 请 那 走吧 二位请坐 小姐 没请你们 什么意思 姑爷 请跟我来 那 你们稍坐一会儿 我去去就来 沈叔 沈叔 姑爷来了 沈叔 对不起啊 小姐在更衣 请姑爷稍后 沈叔您不用客气 其实该说对不起的人 是我 你们都生我气了吧 生不生气 最近你心里很清楚 是啊 我这不是明智古犯吗 我这不是明智古犯吗 最近出了好多的事 回来以后 苏云那边伤得又特别重 后来又出了好多的事 是 这些我们都知道 这也是借口 实际你最为难的 就是不知道该跟谁在一起 对吧 杨大贵啊 你不能 三个都取吧 沈叔您这是什么话 我杨德龙是那种人吗 你是那种人也没关系 沈叔 让他进来 对不起啊 回来这么长时间 我也没来看你 不用看 我很好 怎么今天突然有时间来看我来了 怎么今天突然有时间来看我来了 还带两个姨太太 那不是我姨太太 那不是我姨太太 那我是 你这是说哪儿的话呢 杨德龙 杨德龙 我今天就要你一句心里话 孙肃云 那大傻 和我 你到底爱谁 你 那就行了 丁香马玉 你们俩准备一下 今天晚上 我就要和孤业入洞房 是 沈芳 怎么 你还是下不了决心 好 我帮你下 沈叔 你也去准备一下 那我总得跟他们说清楚吧 以后有的是时间说清楚 再说了 一年以后你就是把他们俩都去回杨家大院 我不管 你说的这叫什么话呀 我说的真是心里话 本来这些话在青岛的时候就要跟你讲 可后来出了事 一拖就拖到现在 不过无论如何 在我们入洞房之前 我都要跟你讲清楚 我们家的事你知道 我家人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就是为沈家留后你也知道 我爱你 而且只爱你一个 你更知道 可没把日本人赶出中国之前 我就不能答应跟你厮守一生 我得上战场 等战争结束以后 如果我还活着 那我一定会回来找你 跟你相守一生 但沙场无情 这种希望很渺茫 所以 我只求跟你好好地过上一年半载 为沈家留下一条后 这样的要求 不过分吧 不过分 一点都不过分 我也跟你说说我的心里话吧 来 坐着 沈芳 我杨栋龙这辈子佩服的人很少 但是你 我是从心里头佩服 你是真英雄 在青岛的时候 你明明知道把夙云接回来 会给咱俩造成特别大的麻烦 但是你还是毫不犹豫地跟我就去了 你是真仗义 但是沈芳 今天我真的不能留在这儿 为什么呀 跟日本人比赛赛风上的日子定了 三天以后 我得赢了这场比赛 日本人在北平跟我们打仗 你还有心在这边跟他们赛风着 你说对了 正因为现在打仗 我才更要赢了他们 日本人跟我们挑战 我们应了 现在北平开炮了 我们倒不敢比了 那我杨栋龙还是中国人吗 得众刚刚传来信 说省里那个韩主席 让他那个参谋给我们打了电话 要取消这场比赛 美其名曰 是怕我们输赢 输了以后换散军心 换散民心 胡说八道 他是怕我们赢了 赢了以后得罪日本人 是吗 沈风 你说这个时候我能当逃兵吗 不能 所以我这次是向你来求援的 你说 我打听过了 小日本做的风筝 是用娟做的 可咱们是指壶的 这可不行 我得用丝绸 丝绸我有啊 大概十几匹 够吗 够了 另外我还请你帮一个忙 你府上的姑娘 各个心灵手巧 我希望他们能帮我 把丝绸糊上去 这件事我不想让别人做 我怕走漏风声 要做多少个呀 除了一个龙头之外 还有九十九个身子 另外我还想借用一下你的院子 我那儿人来人往太多 我不想让别人知道 难怪你把他们两个都带过来了 行 谢谢 跟我还说这种客气话 那我现在去告诉他们 咱们连夜就干 嗯 我等你 嗯 慢点慢点 咱这颜色比上次的正多了 慢点 继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面我宣布风筝挑战大赛 现在开始 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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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还挺去的人多吗 好像是不少 当地的人倒不是很多 但是外乡去了很多 还有老师带着学生们 听说还有个乡去了秧队呢 瞧吧你兴奋的 怎么了想去啊 是啊 忙了这么些天 好 那我们都去 跟姑娘们说 打扮得尽量朴素一点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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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下面 我宣布一下比赛的成绩 第五名 杨家墓的蜻蜓 第四名 日本护战的老鹰 第三名 高庄的嫦娥 第二名 杨家墓的凤凰 第一名 杨家墓的四季花神 好 结果我就不用说了 日本护战的风筝 没有进入前三名 日本人输了 好 好 等等 还没完呢 我们还有呢 五季把石子放进去 少嵌 六季 你是不是人家老鹰人游我们了 户 Sant 有吗 belong 兄弟们 驾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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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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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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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站住 加油啊 加油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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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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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恭喜 恭喜 反名于老爷拜卫英雄 赏赏赢三十块 好 多谢曲老英雄 多谢曲老英雄 好 半举人范老爷 拜会抗日英雄 赠大洋五十块 首书金匾一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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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发导英雄 大洋五十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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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走 老德 走 坐好 不许在车阳下了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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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怎么了 小叔快 小姐烧得厉害 这么热 喂 把梁拉上 德仁俊 咱们就这么人了 去警察署 让他们抓人 是 小姐 我看还是算了 虽然我们的人受伤了 可杨家部的人也受伤 而且是枪伤 这事要是闹大了 我们恐怕 也占不了什么便宜 难道就这么算了 好 警察署那边还是要给点压力 不过 也别抱什么希望 报告 进来 秋天大朵来电 是 小野军 秋天大朵 对咱们今天的行动很不麻烦 只是咱们 接下来的工作 重点要放在骨板上 是 小叔 他怎么样了 杨丈文 好着呢 他现在成大英雄了 风光得很 要没小姐啊 他今天输定了 走的时候 连招呼都不大 他不是被大家给抬走了 现在的中国老百姓啊 太想赢日本人一场了 他今天是给大家出了一口落泣 他腿里的子弹还没取出来吧 你一会儿到家 赶紧去杨家 帮他把子弹取出来 我不取 让哪大傻给他取吧 怎么了 那哪大傻 太不要脸了 大街上去亲他一下 他亲杨德隆 是 开始是马车颠了一下 他就坐杨掌门怀里了 然后大家就起哄 说亲英雄 亲英雄 他就真亲了他一下 人家外国女人都这样 他那是高兴了 你一会儿回家 赶紧去杨家 听见没有 是 杨掌门 我没麻药了 没麻药 那 没事 宋云 跟我拿盘酒 好 老爷 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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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一点 倒 小叔 来 快吃了 快吃了 别动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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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俩回去帮我换盆热水来 好的 再给我找点盐 好 怎么样 痛快 英雄 英雄 杨掌门 其实我还有麻药 对 我是生理器 我们家小姐哪点对不起你了 你那么折磨她 用得着的时候怎么着都行 用不着的时候理都不理 就拿今天说吧 我们家小姐可是带着病去绑你的 你可当好 完事了你呼拉找人抬走了 连声招呼都不打 可我们家小姐是躺在马车上回来的 沈芳现在怎么样了 退烧了 你回头跟她说一声 对不起啊 我今天脑子有点发热 把她给忘了 别人你可没忘 大街上就有亲 你是涮打大傻 我们那是兄妹 她那人就那样 再说 你打她我都看见了 就打她那一下 我还没解气呢 活该 这看来真是沈芳 我可是惹不起啊 你可小心点 我们十双眼睛都盯着你呢 你敢对不起我们家小姐 可就不是没麻药这么轻松了 今天这个还算轻松吗 杨警长来了 沈大小姐 不好意思 让你久等了 没有久等 再说您家的茶挺好喝的 是吗 马玉 你去告诉沈叔 包上一斤茶叶 一会儿让杨警长带走 是 这实在是不好意思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请坐 好 沈大小姐不愧是大家闺秀啊 哪大神 她是个外国人 咱就不多说了 光那个孙素云 在我们杨家部 她也算是个能拿得出手的人物 但是无论从 做派 长相 跟您比起来 那都不在一个等级上 杨警长您今天来 不会是专门来夸我的吧 沈小姐开玩笑了 我们有点大事 怎么干